老师,亲爱的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有机会在光子学公开课讲这一节关于微博光子应用方面的课程,那么也特别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张清亮校长,还有我们唐明老师的邀请,给了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本来我讲座的题目是关于微博光子学的典型应用,那么微博光子的典型应用实际上包含很多,我们现在已知的就有雷达,电子对抗,还有通信,这个通信里面又包括了卫星通信和我们地面的移动通信,那么此外还有测量技术, 就是用微博光子学的技术去做高精度的测量,那等等,所以我当时在准备这个讲座的时候呢,我发现这个PVT已经到了将近300到400亿了,而且呢,这几个应用差别非常的大,那雷达呢,我不知道,那么它更关注的是距离要远,精度要高, 那么所以它很多的这个技术的这个出发点呢,都跟这个远距离和高精度,那么这个高度的智能性等等这些相关。 那么电子对抗呢,那么它更关注的是截获率,尤其对于电子侦测来说,它是截获率,对吧,就是我们要在时域,平域,空域, 那么还有这个甚至即化域,调制域等等,就各个域,我们都有机会把敌方的这个非合作信号捕获住, 我们雷达是一个合作信号,所以它们两个差别是很大的,那么当电子对抗,还包括干扰信号产生, 那么它也是一样,对于这个我们这个电子侦测,侦查到了这个相关的信号之后呢, 它要进行高效率的这个干扰,那么通信呢,它的主要特点是要高可靠和大容量, 尤其是在对抗环境下面,对吧,那么高可靠是极为关键, 那么当然很多人还在研究这个高的保密性啊,等等啊, 那么测量,那么它的这个又很不一样啊,测量它更加关注, 比如说我们测量的范围要大,测量的精度要高,测量的动态范围要大等等等等, 所以这一系列的应用啊,都有它的不同的应用特点啊, 如果我们这两个小时啊,就要去讲,那每一个都讲不透, 为什么康老师现在是他自己, 那么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些应用呢,因为比较多啊, 而且特点各不相同,所以呢我在想还是这次两个小时的课呢, 我们还是就一个点,就一个典型的应用展开啊, 所以呢我选择了这个目前这个国内国外研究都比较多的这个微博光子雷达, 那么来开展这次这个讲座啊, 所以这个是我这个讲座背景, 那么我用的呢,我也准备了个中文PPT, 但是我最后想了想了,我还是用了个英文PPT啊, 那么为什么这么用英文PPT呢, 更关键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课是一个公开课啊, 我们是跟国内国际,跟国际前沿接轨的, 所以呢我还是希望同学们啊, 在学习的过程中能知道啊, 相关的词汇是什么样子的啊, 对未来的这个,呃,咱们这个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呢, 能有所帮助,呃,所以呢我会用英文的PPT, 但是我用中文去讲啊, 大家呢可以感兴趣的可以去对照一下, 我相信这个PPT里面的文字都不多啊, 啊,所以这个语言应该不会带来问题, 那么我的报告呢,分这么五个部分, 首先呢是这个雷达的一些基础的知识啊, 是非常非常基础的知识, 然后呢我们在第二部分呢会介绍, 就是微波光子学, 它有哪些独特的特点, 会让雷达领域的人感兴趣啊, 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有这些特点, 我们能够形成哪些有价值,有意义的, 这个呃,对于雷达有价值, 有意义的一些技术啊, 第三个呢就是, 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介绍一下, 呃,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微波光子雷达, 那么它的最新的一些进展是什么, 最后呢我们做一些这个讨论啊, 和展望, 那么这是呃, 第一部分我想介绍这个雷达的这个基础啊, 看我这个PPT还没有切换过来, 好,切换过来, 那么呃, 呃,我们知道这个雷达的这个定义, 我相信这个很多同学都是这个知道的啊, 那么它也跟我们的激光一样啊, 雷达一样, 它是一个缩写啊, 是这个无线电呃, 这个侦测与这个测距, 啊, 所以这个这个词的前几个字母的缩写啊, 那么雷达呢, 对,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就是目标探测的一个系统啊, 那么它是利用的是电磁波啊, 那么当然我们说光波也是电磁波, 只是呢这是一个在低频一点的啊, 这个电磁波, 那么主要用来特量我们这个呃, 移动或者说固定目标的它的, 距离啊, 就是离我们的这个距离啊, 它的高度, 它的方向, 还有呢, 它的这个速度啊, 等等, 这些这些这些参数啊, 那么雷达呢, 它我觉得就是说它之所以能够广泛应用, 最关键呢, 它有几个非常独特的特点, 那么第一个非常独特的特点呢, 就是它能够全天候工作, 就是在任何的时间, 任何的天气下面啊, 白天晚上都可以工作啊, 任何的天气啊, 如果是无论是下雨, 还是雾霾等等天气, 我们知道雷达它都可以使用, 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它可以有非常大的这个覆盖范围啊, 我们知道可能现在我们能知道非常远距离的这种探测手段, 只有雷达啊, 虽然说我们现在光学的手段, 也有啊, 利用单光子探测等等能测到上百公里, 但是我们知道雷达上千公里, 甚至上万公里啊,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是它的第二个特点, 当然它也有第三个特点, 就是它的电磁波的波段啊, 那么在微波, 毫米波这个波段, 那么目标呢, 或者说我们任何一个物体呢, 它对它的这个电磁的响应, 那么也有它的一些独特之处, 所以我们可以用它来鉴别一些物体等等啊, 这些, 所以呢它是,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 我们可以例举一系列的这种, 这个雷达的独特性啊, 雷达是一个非常这个博大的一个领域啊, 有那么多的人研究了这么多年啊, 这个也是因为它的特点这个非常丰富啊, 丰富, 那么一旦我们谈到雷达的应用啊, 那么我们就立即可能会想到这个很多的军事应用啊, 那么当然我们说雷达就是从在军事中诞生的啊, 那时候是英国用来探测德国的这个飞机用的, 那么我们这个雷达呢, 它有很多很多种功能啊, 那么每一个功能呢, 它基本上都在不同的, 都用的是不同的频率, 那么我们之前呢, 这个根据它的频率呢, 应该把它分成了很多波段啊, 这个波段跟我们光学里的波段的定义, 还不一样啊, 比如说这个, 呃, 我们叫HF啊, 实际上就是高频, High Frequency啊, VHF啊, 就是Very High Frequency啊, 然后这个Ultra High Frequency啊, 这个都是, 呃, 虽然那个时候说这是高频, 但现在对我们看来是一个比较低频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G以下啊, 真的这些频段, 那么这些频段呢, 也有这个相关的一些用途啊, 我们知道, 现在这个用来探测隐身飞机的, 呃, 波段啊, 我们叫P, 这个为什么这个, 咱们在这个表里面看不到P啊, 那么这个P是什么意思呢, P是叫Previous啊, 就是之前的, 就是我们早期的雷达都是米波雷达, 所以之前的这个这个这个波段啊, 叫Previous, 叫P波段啊, 一般的来说是在米波附近啊, 或者说这个分米波到米波之间的这个这个频段, 那么这个我们是用来做, 比如说很多做反隐身, 当然还有好多其他的一些用途啊, 在这个波段, 那么再往上面呢, 有这个L波段啊, 有S波段啊, 就是相当于从波长的角度, 是一个稍微长一点的波, 让这个这个, 然后呢这个Shot, 比较短的这个波长, C呢是在这个, 我们这个叫什么, 这个融合的这些优势的一些波段, 然后X波段, 那么这几个波段呢, 可能是这个我们军事应用里面, 这个比较常用的波段, 那么当然还有后面, 有这个KU波段, K波段, K波段, 等等啊, 这些波段, 比如说我们做一些远, 这个测控啊, 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们发射一个, 这个卫星啊, 发射这个火箭的时候, 这个测控很多, 用比较高频的波段, 那么还有上面更高的一些频段啊, 这些都是在, 在都有相应的应用, 那么为什么这个, 这个不同的, 我会用这么多的波段呢, 因为这是不同的波段啊, 它的电磁的一些特性啊, 还是不一样的, 当然一般来说呢, 这个频率越高啊, 就是越往上面的这个波段, 那么它的精度会越好啊, 当然了, 它也会带来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它的这个探测距离会变短, 那么还有呢,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方向性啊, 会变好或者说变小啊, 就是我们去做一个大范围探测, 那么它的这个波数就比较细, 所以这个要少的这个点要非常多啊, 等等, 那么当然包括它的器件啊, 也会变小啊, 等等, 它有不同的特点啊, 正是因为这些不同的特点, 所以呢, 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波段, 来实现不同的雷达功能啊, 当然了这个, 我们说实际上雷达, 它也不光在这个国防这个应用, 或者军事应用上面, 有有大量的这个应用, 那么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民用上面, 也有很多的这个用途啊, 包括, 我们这里看到的这个这个民航啊, 我们民航的这个雷达也是这个用的非常多啊, 那么现在自动驾驶也在探索用雷达, 那么还有这个呃, 去向雷达啊, 我们航天里面那么会大量的用雷达, 这个这个对地的探测啊, 我们这个摇杆啊, 这个有大量的这个这个, 这个卫星上面对地看的这个雷达, 那么还有这个security啊, 就是安检啊, 那么在这个航海里面有这个导航啊, 我们有这种航海的导航雷达, 那么这对于地下的一些目标的探测啊, 就是有这个穿地的啊, 探地雷达, 那么现在还比较热门的啊, 现在这个做医学应用的一些雷达啊, 也在研究有很多这样的成果, 在不断地发表啊, 那么实际上这个雷达呢, 在获取信息方面啊, 特别是在军用方面, 那么也有人做过这个估算, 说这个百分之, 在我们这个军事斗争里面, 这个战场上面, 可能百分之六十的信息, 是由雷达啊, 或者说作为主要传感器来获得的啊, 那么百分之三十左右是光学传感器获得的, 百分之十有其他的各种传感手段来获得的, 那么在我们这个航天探测领域啊, 那么大概在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 也是雷达来获得的, 所以这个雷达的用途还是非常的广泛, 特别是一些非常现代的一些重大的科技活动中, 那么雷达呢, 它我们也可以去对它画带, 但是呢这个雷达的这个画带呢, 可能不同的单位, 不同的人, 那么它有不同的画带的这个方法, 那么我这里呢, 采纳了一种, 但这个也不是唯一的, 有很多种就划分的方法, 那么我这里呢, 把它画成这个现有的雷达, 画成了四代啊, 这个比较简单的划分的方法, 第一代呢, 就是这种叫做, 非相干接收的这种雷达啊, 就是实际上就是那时候用的这个接收机啊, 是一个这个包露接收机啊, 那么也就是所有的信号过来之后, 都能收完之后, 把它的包露剪除出来啊, 这个来获得信息, 那么这是最早期最原始的啊, 这是我认为它是第一代, 那么第二代呢, 当然第一代呢, 主要这个针对的这个螺旋桨的一些飞机啊, 最早期的, 那么到这个第二代呢, 那么这时候开始用的是一个相干接收啊, 就是我们的外插, 超外插, 当然或许还发展出来, 匹配绿波啊, 等等一些技术, 那么这个时候它是面对的这个对象呢, 探测对象呢, 是速度非常快的, 这种喷气式的一飞机啊, 来得到的啊, 当然这两个飞机, 这两个这个, 这个这两代雷达呢, 用的这个扫描方式啊, 它要覆盖这个空域, 它基本上是用的机械扫描啊, 就是我们之前看到这个雷达, 平时在转啊, 这个是机械的在转啊, 那么到第三代, 第三代的这个雷达呢, 当然这时候它面临着这个, 这个威胁类型更多啊, 然后威胁的这个目标呢, 这个也是更加的先进啊, 这时候呢, 这个人们首先在这个, 这个扫描方式上面, 把它改成一维的相控阵啊, 就是有一个维度是用电来扫, 当然另外一个维度还是在转啊,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现在很多雷达, 还是属于一个单代雷达啊, 就是这个工作的时候还是在转的啊, 但是呢, 它是只转一个维度, 另外一个维度呢, 基本上是靠这个电来扫的啊, 就是通过相控阵来扫的啊, 那么这是第三代雷达, 那么第四代雷达呢, 就是二维相控阵了啊, 就是特别当这个正面特别大的时候, 这个扫描已经, 转起来已经不是那么方便, 或者转转起来, 要么呢, 转的太快就有这个惯性了啊, 那么转的太慢呢, 就是我们扫的就是获取信息又太慢啊, 所以怎么办呢, 这个就是两个维度啊, 都是这个相控阵啊, 那么这个对特别对一些大型的雷达啊, 都是用的这种这种方式啊, 那么这里面呢, 是一般的面对的是第四代的一些战机啊, 等等带来的一些威胁啊, 那么当然未来还要发展第五代啊, 那么因为现在的这个新型的这些威胁啊, 越来越多啊, 特别是无人的一些装备啊, 包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叫做超高音速的一些装备啊, 等等, 那么都是我们现在雷达难以解决的, 而且呢, 这些这些目标的工作都是在非常复杂的电子环境下面, 那么此外呢, 实际上这个民用啊, 民用的应用就是越来越广泛啊, 包括自动架势等等, 这个民用的这个应用啊, 实际上更加复杂, 大家可能认为应该是军事更加复杂, 实际上民用更加复杂,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军事里面的斗争啊, 那里面的目标啊, 种类啊, 总的来说是非常有限的, 对吧, 弹度机就那么几种, 然后坦克也就那么几种, 这个运输机, 这个轰炸机等等啊, 这个种类, 我们建个数据库很快就能把它建设出来啊, 那么根据他们的一些特点啊, 包括了飞行的快慢, 转角, 能不能做大转角, 飞行的高度, 对吧, 然后这个雷达的反射截面积等等, 我们就可以, 即使我们看不到它, 它的图像我们也能, 也能判断出来, 它是哪个类型的兵器, 但是在民用里面, 这个目标非常的复杂, 各种各样的, 一个人就有很多很多种的状态啊, 这个扛着东西, 骑着自行车, 骑着这摩托, 对吧, 走路, 这个等等啊, 这个都不一样, 而且呢, 电子环境也很复杂啊, 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每一个汽车, 都带有一个, 这个雷达啊, 然后这个, 这个在某一个红绿灯那里堵车啊, 那可能是, 人类最恐怖的这个电子战的战场啊, 所以这个, 这个很复杂啊, 呃, 这样划分的有五代啊, 当然不断地在发展, 那么这个划分的也有比较有意思啊, 这个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基本上是电子波相干性的不断地提升, 那么在第一代的时候, 那么是一个完全不相干的系统啊, 通过功率探测等等, 那第二代的时候呢, 我们基本上在信号这个里, 或者说时评这个领域, 这个方里面做了相干啊, 或者说一维的相干吧, 那么到第三代的时候呢, 实际上它在这个空间域, 空间域的某一个维度做了相干, 那么到第四代的时候, 在空间域做了二维的相干, 当然这个时评的相干继续啊, 那么所以这个是这个, 那么到第五代是吧, 是也有人在设想, 是不是就开始变成这个三维空间的相干, 如果那样的话, 那就变成了, 我们说的全息了, 对吧, 我们光口里面的全息, 对吧, 就是空间也相干, 时评也相干, 那就是所有的信息都能获得, 也有很多的这个研究人员, 在研究相应的这个雷达, 包括我们现在号称叫空间CT, 就是我可以这个, 把这个整个空域都可以扫描一遍, 挺像这个三维的相关就有了, 所以这个是相干性的不断提升, 在这个支持着我们雷达不断的往前引进, 那不管如何, 这个关于下一代雷达, 这个很多很多的观点,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这个应用方, 不同的研究人员, 那么都有他们的一些定义, 那么这中间呢, 我觉得有几个可能共同点, 大家都要都承认的, 就是下一代雷达必须要具有的, 这么几个特点,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他要有高的功率, 有大的覆盖范围, 因为特别是雷达, 如果要做一个军用装备的话, 那么先敌发现, 这个很关键, 比你比敌人更早的看到他, 那你就安全了, 他就危险了, 对吧, 所以这个是一个刚需, 高功率, 大的覆盖范围,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 这个实时性, 就是我高的分辨率, 这两个, 当然这两个是相互矛盾的, 一般实时性要好, 分辨率要高, 分辨率一旦高, 数据量就很大, 数据量一旦大了, 这个, 我这里好像信号不太好, 数据量一旦大了之后, 那么这个, 我们的实时性就很难保证, 但这个是我们这个一直的追求,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未来的雷达, 必然会是在一个干扰的环境来工作, 因为未来电子设备实在太多了, 民用里面到处都是干扰, 那么国防里面会主动的释放很多的干扰, 所以这个抗干扰也是刚需, 所以这些是里面最基本的一些要求, 而这些基础的要求呢, 会导致我们技术上, 就是这个刚刚是需求上, 那么到我们技术上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希望大的频率范围, 这个非常大的带宽, 那么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呢, 就是特别希望多个功能能在一起, 以前我们可能刚刚说的, 这把雷达分成了这么多的功能, 探测, 这个跟踪, 然后这个火控, 这个等等, 这些都是有不同的雷达来做的, 然后他们之间的这个反应链条, 实在太长了, 每次这个我们做一个非常快速的这个快速的响应很难, 所以这个多功能也是我们特别想要的, 那么此外呢, 还有更大的多功能, 就是我们可以把雷达通信, 包括电磁频谱的侦测能够这个集成起来, 那么这个也是这个特别想要的啊,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我们希望有大的阵列, 为什么大的阵列很关键呢, 因为大的阵列它能实现高的功率, 以及这个大的覆盖范围, 还有搞得高的这个较分辨率啊, 等等啊, 在这里, 所以甚至还有这个创干扰大的阵列也可以啊, 它可以用不同的这个尤其是分布置的阵列啊, 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事, 当然它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啊, 那么此外呢, 也是特别希望这个非常小巧的系统, 包括这个微系统啊, 这个高的高的高密度的集成啊, 等等, 那么这一些这一些这个技术的需求啊,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给它进行总结, 比如说一和二啊, 我们实际上可以总结为, 它需要我们硬件系统要有大的带宽啊, 那么这个三和四啊, 比如说这个多功能以及这个这个, 这个雷达通信啊, 这个电子对抗的这个集成, 那么本质上它是要求我们需要有并行的处理能力, 那么包括还有这个一二三四五啊, 合在一起, 那么它也需要这个高的速度, 那么还有高的这个, 这个高密度的集成啊, 在这里面, 这个是这个下一代雷达的这个这个需求啊, 那么这些需求我们知道, 如果全靠电子技术的话, 它是很难达到的, 如果它能达到的话, 那现在第五代雷达就早就实现了, 对吧, 那么实际上还是遇到一些瓶颈啊, 当然这些瓶颈最主要是电技术本真的一些特点决定的, 包括这个比较有限的带宽啊, 比较小的频率范围啊, 那么还有特别容易受到电磁干扰的影响, 那么特别说分布式的时候也有比较大的传输损耗等等, 那么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啊, 是微波光子技术啊, 所以微波光子雷达, 它只是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啊, 这个所以我们也不能把它看到这个无所拨能不能啊, 它只是一个方案啊, 那么什么是微波光子雷, 我想之前的课程大家如果听了之后都应该这个有这样的概念啊, 这是一个传统的微波系统, 微波信号进来, 微波信号或者基带信号出去啊, 那么在电雨完成了这个信号的传输啊, 处理等等啊, 那么属于微波光子雷呢, 就是我们采用电光和光电转换, 那么我们把这个微波信号呢, 能转到, 能转到这个光雨啊, 那么这时候由于这个信号呢, 它已经是光信号, 所以我们可以在光雨利用光学的气垫, 光学的方法, 那么对这个信号进行传输和处理, 那么最后呢, 我们再也得到微波信号或者基带信号, 那么进行后一步的应用, 那么我们这个, 这边这个讲座呢, 主要讲微波光子雷达, 那么关于微波光子雷达呢, 我们最近呢, 也有一篇这个特要的教程, 那么发表在这个Journal of Lightwave Technology上面, 那么这个是一个Open Access的一个文章, 这个大家感兴趣呢, 可以去下载啊, 实际上只要记住这个908928, 这个文章号就可以啊, 那么这个文章呢, 大概有30多页啊, 是这个我们也写了很久, 写了好几个月啊, 而且呢这个基本上把我们知道的, 跟微波光子雷达相关的, 我们都写进去, 如果各位这个老师同学, 对这个领域比较感兴趣, 我们这个欢迎大家去读这篇文章, 有什么问题呢, 也随时这个给我这个指点指点啊, 那么就是这个讲了, 简单介绍了一下, 微波光子雷达的一个这个基本, 雷达的一个基本概念啊, 那么我们刚刚说, 为什么我们这个可以把微波光子学的一个解决方案, 能当做雷达的这个就是说有效的途径之一呢, 对吧, 那么这次关键就是微波光子学, 确实有一些可能会让雷达领域感兴趣的独特的一些特性, 那么第一个特性, 当然我相信大家都是这个知道的, 就是光有非常大的带宽, 所以这个原理我就不解释啊, 这个主要解释一下, 这个大的带宽给雷达会带来一些特点啊, 优势, 那么带宽变大了, 我们知道这个第一个特点呢, 就是可以做非常高分辨率的这个雷达, 那么特别对于雷达来说呢, 它的距离分辨率就是什么叫距离分辨率, 就是雷达一般的我们讲两个方面的分辨率, 一个是距离分辨率, 就是雷达到目标我们画一条纸线的话, 那么这个上面这个直线上面的这个分辨率呢, 这个就叫距离分辨率, 那么跟它垂直这个方向, 我们叫cross range resolution, 或者说脚向分辨率吧, 对吧, 那么这个距离分辨率呢, 那么经过推导它是几乎完全啊, 这个决定于这个带宽, 当然这个如果两部雷达的话, 那么它有几些基线上面的问题, 它有其他方面次量的这个东西带来得益, 但是对于单部雷达的来说, 它是完全决定带宽, 所以带宽越大, 那么距离分辨率就会越高, 那么下面呢是这个有一部啊, 这个包括美国德国他们做的一些工作啊, 就是他们用电的这个方法产生了1G的这个信号, 这个做了1G的这个信号, 那么这个距离分辨率是25厘米, 如果去看一个卫星的模型, 那么我可以看到它就这么几个点, 两个G的时候, 这时候已经12厘米,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这个情况了, 那么到4个G, 对吧, 到甚至8个G,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外形轮廓就特别的清楚, 那么这个就是高分辨率带来的好处啊, 我们可以使未来做目标识别变得越来越容易, 那么第二个这个距离宽带带来的好处呢, 就是我们可以做多功能, 这个核在就是多功能一体的这种雷达了啊, 就是我刚刚说了不同, 这个不同功能的雷达, 它的最佳的工作频段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这个你的带宽很大, 那就意味着这些频道, 你可以在这些这个功能里面做切换, 我切换的L波段, 我可以实现L波段的一些功能, 切换的C波段去实现一些C波段的功能, 当然也可以想办法让他们同时工作, 刚刚分时工作, 同时工作, 那么也都有可能, 只要你的硬件带宽足够大, 所以这也是大带宽带来的好处, 此外呢, 大带宽还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好处, 包括, 比如说我们这个频谱的这个叫Pulse Spectral Density, 就是功率谱密度就会变低, 因为我们相当于把这个能量在频率上面分散到了更大的, 更多的频率分量上面去了, 它的每一根分量都很低, 那么这个对于低疾祸, 就是被敌人发现, 那么这个就是变成困难, 就是所以这个堆疾祸有好处, 那么也可以就是我们在很大的频率范围里面做跳频, 对吧, 这个如果跳频的速度特别快, 那么它就会这个也是防止被别人这个跟上, 被别人这个叫Jaming, 就是这个干扰, 就是你这个信号过来, 我的频率已经变到别的频率去了, 所以这个,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好处, 包括这个带宽变大了之后, 有很多这个我们雷达里面看目标, 有很多闪座效应, 就会受到一些抑制, 那么还有这个每一个区域里面的这个杂波, 也会变小, 因为我们的分辨率变高之后, 这个每一个分辨的块就变小, 变小以后这里面的杂波就, 分量就变少, 等等, 那么这些都会带来一些得意, 那么具体的呢, 我刚刚说的我们那篇东树论文里面, 我们讲了大来宽带来的哪些好的, 那么第二个这个点呢, 就是低损耗的传输, 那么我们知道光纤可能是人类目前发现的, 最佳的一个信息传输的介质, 这个损耗特别的低, 重量也特别的轻, 那么实际上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优势, 特别呢, 它是能够支持双向的传输, 那么这个双向传输呢, 能让我们能够非常容易的去构建, 这种我们叫非stable, 就是稳向的这种色评的传输, 那么这个稳向的色评传输, 对于分布式的相干雷达, 那么极其关键, 那么我们, 我今天早上还看了一条新闻, 就讲陆军, 我们国家的陆军, 这个正在做这个, 做训练, 就是用这个防空雷达, 这个空袭的目标, 这个飞机, 那么我看车里面的这个视频里面看, 就是很多的分布式的雷达, 已经不是一部雷达, 它是一个车队, 这个车队一到某一个地方, 开始作战的时候, 就分散开来, 然后呢, 协同工作, 那么这个会带来很多的好处, 这个一个好处当然是安全性变强了, 对吧, 就是你的敌方的导弹打掉我一个, 我还有很多其他的在这里, 还可以继续的这个能对抗, 对吧, 这个可靠性, 这个抗毁伤性变强了, 对吧, 第二呢, 就是我可以才从不同的目标, 不同的角度去看目标, 所以那里面就有一个场景, 就是今天早上的这个视频, 那么有个场景就是这个敌方的这个飞机, 它带有干扰性, 那么他们立即切换到这个抗干扰模式, 就是这么多的雷达, 从不同的角度, 然后他们去做一些协同, 那么就会在抗干扰方面, 各方面都会带来很多的好处, 从不同的角度, 包括反引生都有好处等等, 所以这个分布式雷达是一个, 大幅所去, 当分布式雷达里面, 这个最高性能的分布来, 就是这个我们叫做相干的, 就是这个相干的雷达, 就是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空域做成这个相干, 就让他们这几个雷达同步上, 那么最高的性造比提升能达到N的三次方, 如果咱们只有两部雷达, 那么它能够把性造比提升八倍, 这个还是非常可观的, 如果三倍的三个的话, 大家可以算三个三次方, 三分得去27倍, 所以这个, 当然这个很难, 分布式这个分布式的全相干的雷达非常难, 因为它要在空间上要对准, 然后在时间上要对准, 还有这个频率上要对准, 等等都要对准, 相干性要求非常高, 但我觉得光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现方式, 第三个这个特点呢, 就是高速的以及宽带的模拟信号处理, 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信号处理的趋势是数字化, 这个全数字雷达, 这个现在也是我们的雷达的主要发展方向,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 我们要去实现一个特别的大带宽的处理的话, 那这个信息数据量是非常非常的大, 数据量一旦变大, 不是说我们现在把算力提升, 它就能解决, 算力提升它也会带来, 比如说这个计算会带来的严实问题, 就是我们好不能看到一个目标, 但是算要花很长时间, 对吧, 这个一秒过去或几毫秒过去, 那人家目标早就平断各方面全都切换掉了, 所以这个你就跟不上, 所以这个高速的这个高速的信号处理, 那么这个对于就是我们带宽变宽之后, 这个难度就越来越大, 那么这个会带来很多问题, 所以呢, 如果我们这个雷达真的要向多功能和宽带发展, 那么起码有一个阶段, 某一个阶段, 我们可能还是要需要模拟信号处理的参与, 那么这个是我觉得模拟信号处理, 然而不可或缺的可能性, 实际上在我们现在的雷达里面, 它或多或少的还是存在这个模拟信号处理的, 在里面, 包括混凭啊等等, 这个至少都是模拟处理, 那么在光里面, 如果我们做一个这个模拟处理的话, 它至少有这么两点这个非常重要的优质,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光域的屏幕分量非常的丰富, 对吧, 特别我们知道我们做光频输, 对吧, 可以由上千纳米, 一千多纳米的这个光频输, 这么多的屏幕分量可以拿来用, 对吧, 那么还有这个超载脉冲也是, 所以这个屏幕分量丰富以后, 我们可以利用一些手段, 把这个丰富的屏幕分量转换为这种处理的功能, 或者处理的能力, 那么这是可以,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光域呢, 我们有新的自由度, 特别是空间域操控的自由度, 那么这个下面的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有这种特别宽普的光源, 它是脉冲的还是这个屏住的, 这两个本质上如果相干性好的话, 它是一致的, 那么首先我们可以采用眼色光酸, 那么眼色光酸这个, 把它们这个合在一起, 把它们分散在空间分散开, 所以使得不同的空间位置, 它对应的是不同的频率分量, 那么再然后呢, 我们可以利用比如说这个光的空间光调子区的阵列, 实际上它就是液晶, 我们对每一个屏部分量进行操控, 操控完之后, 我们再利用眼色光酸把它合起来, 那么最后再做一些食品鱼的操控, 那么这些基本的装子实际上, 它能实现很多很多的功能, 而且它利用了我刚刚说的宽带宽普的一些特性, 利用了这个空间操控的一些特性, 特别是这个空间光调子器, 我们知道它就是液晶屏, 它的操作的分辨率可以很高, 我们很容易实现几天乘几天的这种液晶屏, 那么具体来说, 我们在频率做操控的话, 可以去实现很容易实现滤波, 混屏, 然后波数的整形, 相关频率的倍频等等, 那么空间域可以做负列的一些变换, 做这种矩阵的一些计算, 还有包括模式的一些整形等等, 时间域可以做coding, 做编码, 做thampling, 做这个彩样, 做其他的一些变换, 还有量化等等, 所以很多的模拟功能在光域都可以去做, 而且我们知道光的很好的特点就是, 你的光一旦传过去, 这个处理已经做完了, 速度是非常的快, 所以这个是用光来做模拟处理, 它很可能对雷达会带来很大的吸引, 第四个特点就是非常宽带, 这个不光是宽带, 它就是在非常大的带宽里面, 它的浮像能做到非常一致, 那么这也是电很难做到的, 跟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光光, 紧紧的宽带性能还不一样, 那么在非常大的带宽里面, 浮像的一致性, 那么会带来很多优势, 我后面会介绍, 这里呢我首先这个对比了一下, 比如说在电宇, 一个典型的器件, 常用的器件就是, 我们说的90度的这个电桥, 对吧, 那么在很多后面的处理中, 电桥都是很有价值的, 单边带的这个信号的产生, 然后后面的这个静音一直的混屏, 还有这个IQ的接收等等, 都要用它, 那么我们拿一个这个电宇的, 这种90度的电桥, 和光玉的我们叫光玉的混波器, 实际上就是也是一样的, 90度电桥或者180度电桥, 我们把它们性能拿出来做个对比, 那么如果在电宇的话, 我们要实现一个30级带宽的这个电桥, 那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器件, 那么它的, 我们现在能找到的这个幅度躲动非常小的, 那么也达到了1.5dB, 就是这个幅度的抖动, 那么在这个范围里面, 它的线位的抖动时间有7度左右, 这是电的一个水平, 但如果我们到光玉来看这件事情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的带宽很容易达到几个钛盒子, 而且呢在这么大的范围里面, 它的这个幅度的波动, 大概也就零点几dB, 下位的抖动也就是1度左右, 所以呢可以看到这个光啊, 这个浮相一致性啊, 能在这个很大的屏幕范围里面做得非常的好, 那么这个非常好的浮相一致性, 可以拿来做很多有价值的事情, 就是什么价值的事情, 就是我这个标题写的, 非常宽带的相干对销, 这个相干对销啊, 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多这个技术的基础, 包括比如说我们做这个之前, 可能很多老师介绍过线性化, 对吧这个链路啊要线性化, 对吧要达到非常高的动态, 那么当产生飞行性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这个飞行性的分量要把它去掉, 那么这个去掉呢有的时候这个信号带宽比较快, 又不能直接采用滤波的方法, 那怎么办, 本质上就是一个相干对销, 对吧, 我们产生一个跟它这个相反的, 或者说相反的话, 或者相同的分量啊, 然后呢这个跟这个干扰性化相反的分量, 或者相同的分量啊, 然后进行压或者减, 就可以把它去掉, 那么这个在电里面也是反复用啊, 在光里面也是反复用啊, 但是在光里面去用这个技术的话, 它可以做到非常大的带宽, 非常大的带宽, 这里是一个例子啊,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噪声的对象啊, 那么假设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系统里面产生的这个噪声, 是一个共模噪声, 那么如果是共模噪声的话, 那么只要我们做平衡探测, 那么有可能就把这个噪声消掉啊, 那么当然人们也做过研究, 发现在光里面, 很多的这个噪声就是共模噪声,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装置啊, 比如说我们调上的信号, 它是这个在两个轴上面, 它是相反的, 但是噪声呢它是相同的, 所以第一点就可能把噪声减掉, 把信号还增强了, 那么这是这个别人做的实验啊, 利用我刚刚我们刚刚说的这种, 这叫PUSHYPRO的啊, 这个这个这个调制, 还有呢这个平衡的探测, 那么在18G克制范围里面, 能够把这个共模的噪声啊, 消除或者是噪声啊, 像大部分噪声的共模噪声, 消除15dB, 所以这个还是很可观的啊, 但是在电里面咱们要做这样的事啊, 由于电, 我刚刚说的它的浮向的一次性, 这个沿着这个频率的浮向一次性, 还是很大的, 所以你很可能在某个频点对象的很好, 在另外一个频点就几乎没有什么对象, 所以这个是一个例子啊, 包括我们之前说的这个链路的飞行, 呃线性化, 对吧, 我们这也是一个例子, 就是它是通过两个调制器, 对吧, 这个调制器呢, 通过它的一些这个呃, 调上去的功率的不一样, 还有偏指点的不一样, 它使得呢, 这个上下两路这个飞行的分量, 三阶飞行的分量是一样的, 然后使它的这个一阶的啊, 我们想要的这个分量, 它的大小是不一样的, 所以把这两一减, 这个中间这个大, 这个想要的分量它减不掉, 因为大小不一样, 它是留下来了, 但边上的这个大小是相等的, 它就完全被剪掉, 那么这是一个意志的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 本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coherent cancellation, 就是相关的对销, 那么利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实际上人们可以把这个三阶的分量, 对销超过25dB, 当然你还可以发现很多很多, 其他的对销的例子, 包括, 对吧, 咱们这个有的时候做这个单边带的调制, 对吧, 它也是本质上是一个相干对销, 还有其他的一些, 这个都是相干对销, 那么后面还有专门有人去研究, 这个叫童子的童子干扰对销, 对吧, 这个技术, 或者说这个收发同时, 就是我发的时候, 因为信号特别大, 容易呕合到这个接收机里面, 去把接收给弄饱和了, 那么这个也可以用对销的方式呢, 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也是相干对销, 之前呢, 基本上这个店里面的对销水平, 可能最好最好的, 也就是百造这个带宽, 能对销这个这个接约一二十个DB, 对吧, 但是在光雨, 我们可以做到更大的带宽, 也更高的对销品, 所以这是第四个特点, 当然这个特点我刚刚说的, 特别是, 如果能把这个收发的隔离度提升, 那对雷达也是带来极大的争议, 这个得益主要在于, 我们可以发的时候, 我们不用关接收机了, 现在是很多雷达, 我们也是一旦发射信号的时候, 接收机必须关, 那么如果它可以发的时候不关, 那就带来非常大的特点, 就在于, 就是我的接收机可以一直开着, 那么它既然一直开着呢, 我就可以做特别长时间的积累, 也就是我的发射信号可以低很多, 那么这对于我雷达自身的生存性, 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第五个特点呢, 就是有这个多维的复用, 那么这个我相信这个大家都能理解, 特别是做光的老师和同学们, 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相比于电更多的是拨分复用, 我们可以利用光语非常丰富的平补资源, 来做拨分复用, 那么第二呢, 我们还可以做空分复用, 这里也包括多模, 多星等等, 那么还有偏分复用等等, 那么这些复用方式可能都是, 假设我们把光这个系统技术用到了电的系统里面, 它都是额外增加出来的, 那么这对于这种大的阵列系统, 因为大的阵列系统呢, 它很多通道的特性本质上是要求一样的, 对吧, 那么复用一方面呢, 我们可以降低硬件的资源, 使得硬件资源用的比较少, 对吧, 这个对于系统的设计来说是非常大的得益, 有非常大的得益, 第二个呢, 就是希望一字性很好, 那么如果复用的话呢, 那不用说一字性就更容易保证了, 所以这个是多为复用方面, 我觉得这个也是光带来的特点, 那么第六个特点呢, 就是在光域, 我们有非常相干性非常好的光源, 脉重光源, 比如说非秒激光器, 或者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做的这种光屏书, 那么这个也是光很独特的地方, 对吧, 特别是非秒激光器, 大概也可以想象一下, 那么它的实域是一个接近冲击函数, 它的频率呢, 是非常丰富的频部分量, 那么如果站在实域去理解呢, 就是这么多丰富的频部分量, 它们被压缩到一个非常窄的实性里面, 那么什么样的频部分量才能被压缩到这么小的实性里面去呢, 就是它们的幅度相位频部的这个关系, 应该是非常稳定, 对吧, 或者说至少是相对的关系是非常的稳定, 所以也就是说相干性是特别特别好, 才能形成一个非秒激光器, 对吧, 这个是店里面也形成不了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频部分量不光是我们前面说的, 它可以做, 对吧, 这个带来丰富的频部资源, 相干性本身也带来了很多更有价值的一些应用, 那么这里呢, 我这个图从这个网上找到的, 这里面已经列了一些不光, 不仅是咱们微博光学院很多很多领域的一些应用, 特别在测量这个领域的应用, 那么在微博光这个领域呢, 实际上我觉得说在特别对于雷达来用来说, 它会带来很多突破性的, 或者说我们店里面是根本达不到的一些特点出来, 比如说在信号产生领域, 对吧, 我们这个之前报道, 谢小鹏这个老师, 他现在去北大了, 那么他曾经利用这种刚刚说的这种光屏书, 那么做了很多很多的锁定, 很多很多的工作之后, 那么能够产生的微波信号, 在12G赫兹的时候, 能达到负的173dbc每赫兹, 在10k赫兹频频, 那么这个向噪, 那么可以说是目前已知的最低的, 对吧, 打破了我们这个最已有的一些看法, 那么这个也只有用光屏书才做出来的, 用其他方法应该都没做出来过, 所以这个就是这种高的相干性的光源, 带来的优势特点, 那么包括这种实时的一些信号处理, 对吧, 当然这个是做spectroscopy, 那虽然一样, 这做信号处理也是一样的, 利用这种time stretching, 对吧, 就是私欲拉伸等等, 那么可以做很多的信号处理工作, 那么还有这种特量, 利用高的相干性的圆, 来做非常高精度的测量, 那么也是可以去做, 比如说他这个工作是韩国, 韩国一个科技组做的, 那么做到了1.4千米的范围, 测量精度达到了7纳米, 那么这个也是, 我觉得超越一些我们现有的认知的, 那么还有同步, 对吧, 如果我们要做分布式雷达的话, 这个同步也是非常关键, 那么他甚至可以在千米范围里面, 可以做这种autosecond, 就是阿秒这个时钟的同步, 阿秒已经到了, 多少, 10的负18之王量级, 所以负的-15, 到负18这个之间了, 对吧, 所以这个同步的也非常好, 这些极限的性能, 也只有靠这个, 我刚刚说的第六个特点, 这也是光与存在的, 就是高的相干的脉冲源, 来实现, 我想这个也是, 未来对内达非常有吸引力的, 这个一个特点, 当然这个, 我刚刚说的unic features, 就是这个独特的特径, 那么我只举了六条, 但相信这个对于微博光子学来说, 实际上还有很多, 这些都是激励层面的, 那么光只有激励呢, 我们是没法直接应用于这个, 没法, 我们还需要把它转化为技术, 就把这些技术, 映射成一项一项有价值的技术, 所以我们才可以真正去推动, 这个雷达的能力的提升, 所以第三部分呢, 那我想介绍一下, 就是说我们现在, 已经琢磨了很多很多雷达技术, 包括我们前面很多专家, 也介绍了各种各样的, 这个微博光子学的技术, 那么我这里呢, 主要是重点想突出的就是, 哪些技术很可能, 能够让雷达这个领域, 能够感到兴奋的, 那么点几个点, 也不是很全面, 那么这是雷达的一个, 这个基本的架构图, 这个是一个很基础的架构图, 那么我们首先看到, 正中间有一个本正信号, 那么本正信号是非常关键的, 它除了提供这个, 我们把这个信号, 从这个基带信号变成一个, 有一定中心频率的信号, 这样可以利于发射, 我们知道不同的频段, 对应不同的功能, 那么它还保证了, 我们整个雷达系统, 都合发的相干性, 就是这个L, 如果它的特性越好的话, 那么它会使整个雷达的相干性变好, 那么还有波形产生, 对吧, 光一个单频信号打出去, 你是很难测距的, 很难达到雷达的功能的, 对吧, 当然也有分布图的一些方法去做, 这个再说, 但是基本上你单频是本人, 那怎么办, 要加波形, 那么一般的常用的波形, 在雷达领域, 包括线性调频信号, 下位编码信号, 那么现在有很多很多种乱七八糟的波形, 都能用, 包括这个甚至随机的一些信号, 什么Keyotex, 这个混沌信号, 这个Random, 这个随机的一些波形, 那么还有飞行性的一些波形, 那么都可以去进行用, 关于波形, 实际上是, 我们说它也是一个专门的欲, 就是调字欲, 就是有很多可以琢磨的事, 那么有调字, 那么调字完之后呢, 就会放大, 放大之后呢, 有个双供器, 双供器主要是收发, 可以让这个收发的通道, 我可以从转, 就可以这个发射的时候, 可以到正面上面去, 接收的信号呢, 那么它会转到这个接收的, 这个接收机上去, 那么再然后是进入一个邓类雷达, 那么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有架子的这个雷达, 都是正面雷达了, 很少这个也有很少的, 但很少就是这种单天线的雷达, 很少, 我们有一些现在测控的雷达, 是高频的测控雷达, 还是单天线的, 就大锅去做的, 那么接收到的信号, 也通过双供器, 那么进行预放, 或者说低噪声放大器, 那么后面的标接收机, 接收机里面我这里画的特别简单, 实验的接收机是比这个辅达多了, 比如说首先你要滤波, 对吧, 滤波完以后要去做几级混屏, 再滤波, 最后把它变成一个, 一个低频率, 频率比较低一点的中频信号, 再进行ADC, 变成数字信号, 最后呢, 我们在数字已经处理, 所以这个前面这一段呢, 实际上都是模拟处理, 那么处理完之后, 我们要进入显示器, 那么整个这个装置中也有这个控制单元, 最后呢, 它能够给我们操作员一个结果,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基础架构, 实际的这个雷达比这复杂多了, 对吧, 你要把时域, 频域, 控域, 对吧, 还有这个, 这个调制域, 集化域都要用全, 对吧, 那个系统是非常, 非常复杂的, 对吧, 那么这个接触机那里也会非常复杂, 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 那么我们如果用光的技术的话来做, 我们现在啊, 已有的一些研究, 基本上聚焦于我们这个红框里面的这一部分, 那么当然我相信, 像这个DUplexer, 对吧, 现在也有不少人在研究, 这个, 这个, 用光来做相公正, 那必然也是有很多人在做啊, 等等, 甚至连放大剂, 也有人在尝试用光, 微波光子的技术来做射频放大器, 对吧, 用高功率的探测器, 加高功率的激光器, 来做射频进行放大, 所以都有啊, 但主要的是在我刚刚说的这个框里面啊,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围绕这几个可能的技术啊, 来给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因为之前我知道很多老师, 在这个公开课里面也讲过啊, 我这里主要是结合雷达来讲, 那么第一个这个关键技术呢, 我们叫光的本正产生, 我刚刚说的本正在这个雷达的作用, 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一般的来说, 雷达对本正的要求是什么呢, 第一呢, 是相位噪声要低, 那么这个低的相位噪声呢, 可以用自上图来看啊, 就是我们这个雷达呢, 这个打出一个信号, 再把这个回波接收回来, 那么如果只有一个目标, 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 对吧, 那就是他的看着领域都应该要很高很高, 但实际上呢, 我们不光有这个目标的回波, 比如说我们这个雷达是从天望地看, 里面的小草啊, 然后还有这个树啊, 等等, 他都会这个反射信号回来, 对吧, 那么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我们叫杂波, 所以几乎所有的雷达都会有杂波的问题, 包括云朵也会反射信号过来, 他也变成杂波, 那么这个杂波信号往往比我们的目标强很多, 比如说这里面这个例子就是这个蓝色的尖尖, 它就是一个杂波, 那么这个杂波是我们信号回波打回来的, 所以呢, 它也本身有一个相位噪声的分布, 它就是我们, 本质上就是我们这个信号, 打出去的信号, 对吧, 它有噪声, 相位噪声回波, 那么这个相位噪声如果比较大的话, 那么我们另外一个比较弱小的回波就会被它淹掉, 所以呢, 这个相位噪声是越低越好, 当然呢, 低到一定地步它的作用就不那么大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白噪声的, 或者说有热噪声的底, 那么当这个低到了热噪声底的时候, 这个它再低, 对吧, 我们热噪声已经成为主导的力量, 那么一般来说, 对于10个G的雷达, 那么我们至少需要希望它, 现在看它要到负的110BBC每赫兹, 它的1K赫兹,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一些论文里面, 它来做这个本质性要产生的, 如果它又说它的面向的应用是雷达的话, 那么我们至少要要求它的本质要, 这个向噪要达到一定地步, 你拿一个这个-8子, -7子, 这个基本上没有太多价值, 对于雷达应用来是没什么价值, 那么这个相位噪声低了之后, 我们会带来, 比如说, 这个对于比较低空, 对吧, 这个低速, 还有这个小目标, 或者说低慢小吧, 对吧, 这个目标来说, 探测就是非常的关键, 因为它的回波非常的弱, 它的这个多波的频也比较小, 越近运转, 我们知道的向噪对它影响越大, 所以这个对它的探测来说, 我们这个本正元的水平提升是非常关键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它要有非常高的频率的这个稳定度, 对吧, 那么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我们打了信号, 回来之后, 我们要拿以右的信号, 要跟它进行, 对吧, 最相应的这个操作的, 对吧, 因为雷达是打出去的信号, 收回来信号都是已知的, 对吧, 但是如果你这个频率稳定度不行, 打出去再回来, 我现在的本正的频率跟它都已经不一样了, 那显然, 这个雷达也没法过, 所以对于比如特别长距离的一些探测来说, 那么对频率的稳定度要求非常高, 那么很不幸的是, 我们很多光的信号产生, 特别是很多人用这个两个激光机进行拍屏, 对吧, 它的这个稳定度是很差的, 对吧, 这个可能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就能漂移几十K, 或者是几十兆, 大家可以算一算几十兆, 如果它中心频率是十个G的话, 对吧, 那么它的这个稳定度基本上在10的-6脂肪量级, 那么这个就太差了, 对吧, 基本上没法用, 那么第三呢, 就是它有高的这个叫做这个砸伞的意识度, 我们很多圆啊, 可能好多同学, 你做过这个本正圆没有啊, 如果做过的话, 你会发现你产生这个圆之后, 变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其他的频部分量, 其他的毛刺, 那么这些毛刺呢, 那么在这个系统里面, 如果又有非线性的一些效应, 那么它会混得更加复杂, 那么最终呢, 会造成我们叫False Alarm, 就是虚极, 就是明明没有目标, 它非要说它有目标, 或者说也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 在这里, 所以这个也是作为本正常政来说, 我们大家以后看论文, 看这个它如果为雷达应用的话, 那么至少要关注这么几点, 低的相照, 高的频率稳定度和高的这个打反抑制度, 那么再关于一个典型的例子, 或者说比较成功的例子, 就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光的光电整当器, 我这个还没有传过来, 那么在利用光学的办法来产生这样的本质, 实际上就是也有它我们光域的一些优势在这里, 那么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 就是这个光电整当器, 那么光电整当器呢, 这个它的本质的原理就是, 我们原来这个电的震荡枪呢, 一般的都是厘米级别, 大家都知道这个这个震荡枪, 包括我们激光器也是震荡枪, 二分之雷门大是最短的这个枪塘, 对吧, 那么一般的这个毫米波, 微波毫米波, 那么就像厘米毫米级, 是这个样子, 那么但是如果我们用光的技术之后, 由于光线, 它的转号特别低,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枪里面插入, 这个光线, 那么插进去之后呢, 这个信号在里面传这个震荡的时候, 它这个很长的时间对吧, 在里面可以传在这里面, 就要传这个很长时间, 同时呢, 没什么省湿, 那么这个呢, 就是震荡枪, 等向成震荡枪, 这个震荡很多, 那么这种高的震荡枪, 它就会带来非常大的好多, 就是相位噪声, 或者这个震荡会变好, 那么这个我估计大家这个作业, 相关研究都有机会, 包括我们做光线激光器对吧, 光线激光器的纯度会变高, 对吧, 是因为它的枪长变长, 对吧, 那么当然, 我们后面呢, 人们也发现这个我们光玉的一些高Q值的这个协证枪, 对吧, 那么可以取代这个长的光线, 那么再用, 我们现在协证枪已经达到10的10次方了, 这是非常吓人的,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右边这个头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随着光线的长度增长,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下位噪声是不断的降低, 所以这个是光点整当器, 利用了光线, 这个或者说我们光器件这个损失非常小, 长度非常长, 这个优势, 那么这个是当然一些例子, 我就因为我相信这个之前的老师都已经讲过这些, 就是说利用这个震荡器, 我们可以产生一个非常低向噪的信号, 比如说这里一个例子, 跟我们传统的这个微波源, 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微波源相比, 我们这个向位噪声可以比它低很多, 那么这对我刚刚说对雷达来说, 这个探测低小慢目标, 我们是非常有大的得意的, 这是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光的超载脉冲, 或者光频输, 对吧, 那么特别是这个非秒激光器, 对吧, 它的这个相干性是非常好的, 那么如果能够从里面选出两根频输出来, 一拍屏, 由于他们两个的相位相关性特别好, 所以它的相位噪声也比较低, 也会比较低, 但是直接去选两根来拍, 实际上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首先呢, 你肯定要把这个光频都要做好, 所以呢, 这个里面要很多的技术, 包括你看这个, 有非常高质量的光频和信号产生, 对吧, 你不要有一个非常稳定的激光器去稳定它, 我们要保持它的频率稳定, 那么把它的相位要能锁定, 那么这个整个这个桩子里面, 它的这个射站对吧, 就是量在这里面的这个, 我们要把它皮胃上, 对吧, 它要这个, 就是射站要能管理好, 那么此外呢, 这个对于探测器的要有极其高, 因为否则的话, 我们这个探测器里面, 这个里面的各种散力造声, 各种东西就会把它吃掉, 对吧, 所以它需要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探测器, 等等等等, 那么这个是非常复杂的, 但不管如何, 我们人类利用这个, 这个光评书的这个高的相干性, 那么最好, 最后呢, 能得到一个特别的相照的一个信号员出来, 那么这个呢, 因为谢小冯老师呢, 他也到这个回国了, 所以上去问他, 我说做这个东西大概要多少钱, 他觉得以我们现在的技术, 可能要上亿人民币, 才有可能做好, 就是这里面很多技术, 对吧, 你不能带动咱们很多领域的发展, 那么这个呢, 是我刚刚说的这个, 就是这样, 那么实际上呢, 也有一些其他的办法, 我们可以把这个, 这个就是说超载脉冲的这里面的这个相干性呢, 能把它提炼出来, 那么一个办法呢, 就是去做这个我们说这个微波和光的这种相位的这个探测器, 那么怎么说呢, 如果我们直接把这个平补分量选出来, 送到一个普通的这个光电探测器上面去, 他非常能拍到那个微波, 但是由于光电探测器本身这个里面的载流子都不动, 我们打进去之后载流子在里面变化, 这个变化都会带来造成, 散力造成各种暗电流等等, 那么这些东西就会把我们的相照给吃掉, 因为选出来的这个模式啊, 屏幕分量非常丰富嘛, 对吧, 选出来这个模式, 我们知道它的功率也比较弱, 对吧, 一到这里面造成这么大, 必然这个所有的好的性能都没有了, 那么怎么办呢, 那么一个办法就是, 我们可以利用一个叫做, 或者叫微波光子的见像器吧, 这个见像器的基本原理呢, 就是我看啊, 应该是上面这个图也可以啊, 就是一个微波信号输进来, 那么我们如果有个操展脉冲序列啊, 也进来, 那么他们俩呢, 就会这个, 进行相位上的对比啊, 那么对比的结果, 我们在比如说做这个干涉或者什么之类的, 我们就可以把它找出来, 找出来之后呢, 我们这个拿它呢, 我们就会转溃, 我们一个震荡器, 这个震荡器, 比如这个地方吧, 这个8G的这个震荡器, 那么让它呢, 这个让它这个震荡器呢, 这个相位调整, 使得这个相位的误差最小,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会把这个震荡器, 微波的震荡器和这个光源, 给同步上, 那么这个同步上之后, 就是它的相位特性, 就转换到了这个, 这个微波的震荡器, 所以这样的话, 也可以去产生一个非常高质量的信号援助了, 那么这个具体的, 这个我们有一幅参考文献, 这个是我们跟韩国一个科技组, 他们一起联合去做的一个工作, 那么它也能挺身, 比较低相位造声的这个信号, 而且这个能把这个荒脉中的这个低时间走动, 给它递到, 那么它还有一个好的特点, 就是现在是8个G, 如果你换个10个G, 那么它也可以去锁定, 然后10个G,12G, 因为我们这里面屏幕分量250兆为间隔, 还有很多很多屏幕分量, 所以你可以理论上讲, 你只要有多少系统, 就可以产生多个这个高频度的微波出来, 那么之前的那种方法呢, 就是光源震荡器方法呢, 它一般的一个分量就只能震荡出一个了, 然后你再换个环了, 它两分不还蛮难的, 所以这个是这个光的本正产生, 那么这对雷达来说, 这个低向照, 对吧, 这个高的稳定度, 还有这个低的打展, 都是非常关键,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光的波形产生, 那么光的波形产生, 特别对于我们未来要做高的分辨率的这种雷达, 还有多功能的雷达, 因为不同的功能用的波形, 有的时候也不一样, 还有呢, 我们为了抗干扰, 抗这个复杂的电子环境, 那么我们的波形也要反复的切换, 反复的变化, 这个也是波形的要求, 那么还有对这种大的覆盖范围, 我们这个近距离端, 远距离端, 对吧, 它可能对这个波形的参数的要求也是不一样, 对于这些呢, 都会要求我们这个波形, 比如说你能够这个波形的产生器, 它能大的带宽, 那么能够在多个频段工作, 能够高速的可同构, 那么当然也希望它有低的这个, 就是高的砸闪一直做, 不是低的砸闪, 我们传统的电的技术呢, 基本上都是基于DDS, 比如说这个包括还有些, 当然也有些模拟的方法去做的, 特别是对于短距的这个, 这个现在面向自动驾驶的, 很多都是这个模拟的方式去做的, 那么它的一般来说呢, 它的带宽是受限于DAC的, DDS都是数字信号产生之后, 通过DAC来转换成模拟信号, 所以它的这个频率, 它也是转换受限于DAC, 高频的信号, 那必然是要被评啊,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方式才能得到, 那么这个是电的方法, 那么光的方法来说呢, 肯定是天生就去有宽带高频, 对吧, 那么我刚之前也说了, 这个关于我们有更多的操纵维度, 理论上讲是可以获得, 这个非常高的调解性, 或者说可存构性的这种信号出来, 当然实际工作的话, 这个也是蛮难的, 一个事情啊, 那么一个典型的例子啊, 就是用光来做背屏, 这个技术呢, 可能很, 这个大家可能在这个领域做工作的, 可能认为很简单, 很准, 但是呢, 它还确实是有它的特点的, 也能反映光的特点的, 如果我们直接用电来做背屏, 对吧, 我们一个屏幕分量进去之后啊, 我们会产生很多很多阶的分量啊, 就是非应性啊, 一般的你很少, 很少说我们指定哪一阶产生, 一产生都是各阶都有, 对吧, 那么一般的来说产生这么多分量呢, 我们用溜波器绿出一阶, 绿出一个频道出来, 那么这时候呢, 就是完成了一个电的配屏过程, 那么但如果这个信号变成宽带信号, 你会发现这个信号, 这个各阶分量一旦产生了, 那么你就很难去消除, 对吧, 特别你再去找一些复杂的对销的技术才去做, 还是在电域呢, 就是说一旦产生了打赏分量, 对于宽带信号就很难消除, 但是在光呢, 我们有个中间过程, 就是我用有个光的这个光域的过程, 而在光域里面, 我们知道我们有非常平坦的浮向响应, 我们可以把我们不想要的分量, 都给对销掉, 当然这个对销有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这个调制器里面, 对吧, 通过它的偏止点的控制, 通过输入信号的这个下位的一些控制, 实际上它就一个器件就实现了这些对销,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产生的这个信号很可能是, 对吧, 是非常主要的一个信号, 所以总的来说, 这个光和电在做一个背屏, 这么简单的时候, 这个事情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处境, 但是它的特性仍然表现出了比较大的差别, 比如说电, 刚刚说的, 它们背屏的代换也是很有限, 背屏频率也是很有限的, 最高的频率是有限制, 对吧, 它有很大的这种Cust-talk, 就有这个炸扰, 背屏的杂傻, 一旦产生了很难消除, 那么对于光来说, 我们可以做真正的大代换的这种背屏, 对吧, 也能做从低屏被背屏到非常高的频率, 那么还能够利用我们刚刚说的光域的各种对销的技术, 使得我们把不想要的这个接数全给它对销掉, 那么这个对销由于我们光里面有这种非常平坦的浮像, 是吧, 所以是很容易, 比较容易实现的, 基本上我们都是一个调制器就能实现, 所以这个能产生的这个打散也是比较低的, 那么这是, 我们也做过对比, 利用电来做背屏和利用光来做背屏, 就发现这个跑去成像的话, 质量还是不一样的, 明显的, 那么这是个典型的例子, 实际上它也就是一个器件, 但是呢, 我们可以利用在光里面, 比如说我们做这个四倍屏, 那么一通信号进来, 之后分成两路, 上面是90度, 下面是零度, 那么在这个MGM呢, 上面这个这两MGM都工作在一个背屏的状态, 它会产生一个零阶和正负二阶, 那么由于上面有个90度, 对吧, 二阶之后呢, 他们两样就是相当于一个负的180, 一个正180, 大小, 大小是, 而这个方向跟他们是相反的, 是一个负的分量, 好, 这个下面呢, 我们是做一个, 这个, 就是它这个零, 像一位零的信号, 也是做一个这个一纸载波, 一纸就是背屏的这个, 或者说片子最高点吧, 那么这样的话, 它又产生一个载波和两个编带, 那么这两个这三个呢, 由于它的这个零度, 对它们是一样的, 加一个片子呢, 使它反过来, 那么当这两个信号进行相加的时候, 咱们可以看到, 中心的这个, 我们特别想要的这个, 中心载频分量, 会对销掉, 那么它一旦对销掉了, 就只剩下正负二阶, 而正负二阶, 我们在到一个PD面去拍屏的时候, 对吧, 那么它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自备频, 当然它内部的这些, 小的分量之间的拍屏再说, 它也会产生一些打算的, 那么利用这样的方式, 可以看到就是跟电相比, 电一旦要去背屏, 实际上它的一阶二阶三阶是必要承担, 但这个我们可以只有四阶, 那么所以它假设出产生一个两个波段的信号, 你会发现它的效果都比较小, 所以这个是关于背屏, 对雷达来说也是有价值的, 那么此外呢, 也可以利用比如说这个光频输的一些, 这个高的相干性, 我们来做这种这个频谱的一些拼接, 也能产生比较好的一些信号, 那么它的这个利润呢, 就是我们首先, 对吧, 我们首先有个光频输, 然后呢, 我们把我们的基带信号, 或者说一个这个基带的信号, 或者或者一个低频的信号调频信号, 我们给调上去, 那么调上去之后呢, 那么我们在下面这个另外一个光频输, 他们俩是有一定的锁定的, 就是相位上是相关的, 那么然后呢, 做一个平移, 做个移动, 那么再把它们合起来, 合起来的过程中, 对吧, 我们由于上面这个调整, 它这个载波一直调整, 所以它没有载波的, 这个载波是由下面的来提供, 那么这就使得这个我们每一个屏幕分量, 比如说这个假设是相距两个季的话, 也许这个相距四个几, 这个相距六个几, 所以等等, 那么当我们再经过一些这个延时上的一些操控, 或者什么操控的话, 我们就可能把它, 比如说这个假设它时间是错开的, 频率上是连续的, 但是我们通过时间上的一个操控, 它就会变成一个信号, 这样的信号, 对吧, 它就变成一个宽带信号, 这个带宽在增加的同时, 那么我们知道它的现硬度在提升了, 为什么呢, 因为现硬度的定义就是这个频率的波动, 所以它的带宽, 我们的带宽是增加了, 而每一段的这个频率波动, 它是不变的, 整个过程中, 所以呢, 这个一直都把现硬度提高了, 所以它可以很有意思, 能产生一个高的现硬度, 更大的带宽, 当然我们刚刚呢是, 把它拼成了一个信号, 你也可以不拼成一个信号, 也行, 那就是不进屏的信号, 也都可以, 用这种方式, 我们首先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 比如用现硬条并信号的话, 就可以产生中心频率不同的, 这个子带的信号出来, 每一个比如都两个G,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进阶起来, 变成一个定屏的, 可以把时间调整, 这个, 就是现硬条并信号, 一个宽带的信号出来, 所以这个是平补的产生, 信号这个波形的产生, 那么这样的波形产生的方法, 实际上很多很多, 这个有很多非常好的方式, 我这里只简单的觉得两种, 这个在这里, 那么还有第三个就是光的, 用光来做这个混屏, 这个混屏, 这个混屏, 我们认为它也有它的特点和优质, 在光于做混屏的话, 我们总的在电域里面, 我们做宽带的电混屏的话, 一般来说, 我们要多级混屏, 对吧, 然后多级滤波, 那么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想消除一些砸闪, 对吧, 因为每一次电里面就是我刚刚说背屏, 本来是一样的, 它一场那段产生的砸闪, 你是不可能去消除它的, 对吧, 那么它也有一些这个IF和LO的泄露, 怎么办呢, 对吧, 那就是我每一次混屏, 我都不要一下子混到低频段, 因为一混到低频段之后, 这个所有的屏幕分量跌在一起, 就这么开了, 所以我把它这个混屏到一个中间的一个屏端, 这样的话, 让它的这个砸闪和信号能分开, 然后加个滤波器, 把砸闪去掉, 然后再做下一级的, 这么一级一级混下去, 那么我们看到一个质量稍微高一点的, 这个混屏的结果出来, 但我不知道, 这必然是第一个系统特别复杂, 而且加了这么多级的混, 混屏也是一个有准耗的一个过程, 虽然它不断的放大, 那么新枣比是不断的降低, 所以这个包括动态方面也在不断的降低, 那么这边是一个例子, 那么我们如果拿一个非常宽带的电的混屏器, 如果我们收进去一个19G和20G, 就这个单屏信号, 它出出来, 那么它有不同阶的分量, 所以有我们想要的中屏信号, 它有两倍的中屏, 三倍的中屏, 它有LO的泄漏, RF的泄漏, 也有它们的各种分量, 这里面的屏幕分量, 打散干扰就特别的多, 那么对于光来说, 也是一样的优势, 就是在光域我们有宽带的这种对销技术, 所以我们有可能把这些想要的分量, 因为它们都是已知的, 对吧, 我们可以把它完全去掉, 然后还可以利用WDM的技术, 来实现这个并行的混屏, 用一个器件, 就能做很多信号的同时混屏, 一致性各方面都能得到保证, 这个在很多装备上已经用上了, 那么它还可以实现, 这个我们叫做静频的意思, 静频的过后我解释, 也是明清里面非常关键的问题, 那么这里面是另外一个用光学来实现这个混屏的例子, 也是进去95和19G和20G, 但是我们得到的中频只有一根, 其他都是, 其他发展分量都没有, 所以这个是我用光来做的优势, 那么我刚刚说的光里面混屏, 特别对于宽带的混屏, 实际上我们不得不关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静频干扰, 那么也许1号, 2号,3号,4号都是我们想要的信号, 但是我们后面的主机它的频带宽都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假设把一个中频放这里, 我们想把2号取出来, 但由于2号和3号, 它们跟它的频谱的距离都是一样, 它一混屏之后, 由于PD探测它是一个平方探测, 所以这两个分类就会叠在一起, 这就是静频干扰, 这个静频干扰不见得是外部来, 我们自己信号本身就会带来进行平平的干扰, 特别是宽带信号, 那么要解决它, 那么电誉的一个成熟的技术叫做Hardley结构, Hardley架构, 那么这种Hardley架构是利用两个90度, 那么最终是上下路想要的信号, 那么它的相位是相同的, 不想要的信号相位是相反的, 或者是符号是相反的一加, 就得到了我们想要的这个认频的那个光量退消掉了, 那么好多我刚刚说的很多电誉的一些处理都是线性处理都是退消本质上, 那么刚刚做的这个架构用电用光来做当然非常有优势, 就是光我们有90度的hybrid, 非常的大带光范围可以非常平坦, 一次性也非常好, 那么另外呢, 利用光我们还可以实现一个新的架构, 叫做平衡的Hardley架构, 这个我们科技组, 祖兰老师提的, 就是可以再利用这个L和相反的方法这个情况, 然后做一次再做一次对销, 已经能去掉这个共模造生, 还能把各阶不想要的分量全去掉, 所以这个结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比如说我这里有个例子,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混屏, 那么这个混屏呢, 如果用Hardley结构的话, 实际上它会有这种二阶分量, 这个二阶分量比较强, 对吧, 那么用Hardley架构它只能去进屏, 所以它去不了二阶, 但是利用平衡Hardley架构呢, 它可以把二阶不想要的分量, 包括泄露都可以去掉, 所以得到的信号是非常的纯, 那么这个也是我觉得光能带来有特点的地方, 当然有这样的一个东西的实际上, 我们可以去做宽带信号的信号化, 对吧, 信号化就涉及到就是你要把, 利用这个光级数量, 要把这个里面的这个宽带信号里, 不同分量取出来了, 可能必然会被静频会影响, 但是我们刚说的这个光里面的, 这种静频意志的架构, 是可以降低这些问题的, 第四个呢, 这个关键就是光的这个波路形成网络, 这个例子我就说了, 这个相控者会带来快度的优势, 包括这个更大的高光率可以合成, 那么还有这个扫描的这个波路,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做切换, 已经扫得非常快, 它不是机械的, 它是电的, 那么更加的可靠, 因为你换一个分量, 换两个分量, 换两个阵源, 一两个阵源都没有问题, 那么它也可以产生多波速, 可以然后来做多功能, 同时跟踪多个目标, 那么实际上在这个电域呢, 这个它都是我们叫相控枕, 那么当带宽宽了之后呢, 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这个叫beam screen, 就是拨住倾斜, 这个拨住倾斜就是不同的屏幕分量, 当我大叫宽带宽脚的时候, 它就指的方向是不一样, 所以就能量散开, 信号也散开了, 对吧, 那么只要利用真延时, 我们可以才能这个对向同一个方向, 此外呢, 实际上这个利用相控正能, 它还有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孔径度月的问题, 对吧, 什么叫孔径度月, 就是我可能左边和右边辐射的这个信号, 它这个由于一般都是脉冲, 这个由于这个岩石差距很大, 那他们在空间上叠不起来了, 这个方向上面, 对吧, 就是完全都不重叠了, 那连重叠都不能重叠, 私域上, 那他就没法做这个, 对吧, 做积累了, 做这个火的合成了, 能量的合成, 那么利用光的这个真延时, 当然我们说的第一个, 什么特别低, 第二呢, 就是对电磁干扰比较敏感, 第三呢, 不敏感,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我们有带来的服用技术, 降低它的问题, 那么当然这个有很多的例子去做这个真延时, 我就解释了, 那么这边是两个这个典型的例子, 一个是美国的一家公司, NASA, 他们做的, 你用色战, 那么可以做两个独立的波数, 在X波段工作, 这个多个阵源, 然后有四个这个范围, 另外一个呢, 是个集成的例子, 有欧洲他们去做的, 可以这个一个芯片里面, 可以做一层四, 然后这个是叫Fully Integration, 就是全集成的RFB, RFout, 对吧, 它的延时量也很大, 贷款也很大, 这个我觉得还是给这个光的波数行程, 提供了很好的这个愿景吧, 就是那么实际上利用光来做波数行程, 它也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一些有意思的特点, 包括比如说这个我们这是我们的一些研究, 就是这个这个就是这个这个波数的这个形, 波数的这个形状吧, 它是跟信号的带宽是有关系, 那么不同的这个带宽下面, 那么它的这个鲁瓣和腹瓣, 它的鲁瓣大概是一直是聚焦的, 但腹瓣这个形状差别很大, 对吧, 那么还有呢, 跟这个Widform跟它的波形也有关系, 所以这个也比较有意思, 对吧呢, 这个还有这个方向图呢, 也是跟我们这个中华的类, 怎么去执行的有关系, 对于Switch相关的话, 那么Switch呢, 我们知道它最关键的就是, 每一个每一段的这个切的准确度, 这个如果不准的话, 那么会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一些特点, 那么对于色散来做这个正硬实的话, 那么这个色散实际上这个当频率比较高的时候, 对吧, 即使是我们用了单就是单边带条子, 只有一个边带, 理论上都对色散不敏感, 但实际上当频率变高之后, 它也有这个波数的一些倾斜效应在这里, 真的, 那么关于这个呢, 我们有一篇这个中述论文, 就是它还没发表, 很快就会发表, 就是这个对于正硬雷达的这个, 微不光是觉得这个一些有意思的一些东西, 那么第五个这个是ADC, 那么这个我相信前面的很多专家都, 很多老师都介绍过, 就是这个ADC还是在雷达里面是非常关键, 因为大量的这个智能信号作品, 都是要在电雨去进行的, 但是呢我们电的ADC呢, 对吧, 它的模拟带宽是有限的, 另外呢, 特别是潘明阶的, 就是这个采样脉冲的抖动, 会使得我们在高频的时候, 得到这个有效比的时候会比较低, 那么利用光的方法, 你知道它首先有这个大概算的这个, 也调制就能够让信号能够移进来, 就是能够在这里面去处理, 然后呢我们有非常高稳定的这个, 这个这个索摩激光器啊, 能去提供非常这个低时间抖动的产阳脉冲,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在光域啊, 利用这个做一些很多预先处理, 来降低我们这个采样的, 或者说后面量化的这个难度啊, 比如说有这种持续拉伸啊, 然后还有这个复制的一些技术啊, 等等, 那么这里举了几个例子, 主要是讲的这个是在雷达里面, 已经在用的几个ADC啊, 这个包括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这种采样的啊, 光来光学做采样的这个ADC, 在这个意大利他们那个雷达样机里面, 去用啊, 那么他们得到了大于大于7的有效比特数, 然后这个带宽可以到40几核子, 那么还有这个time stretch的, 对吧, 就是对于拉伸的带有这个光的预处理的这种技术啊, 那么这个国外已经达到了这个10个tai, Paris3.0每秒, 那么我们国内呢, 这个塞尔交通大学他们也做了一些, 而且在这个自己的这个雷达系统里面, 做了一些课试啊, 也是挺好的, 第六个我们想提的技术呢, 是这个较光的实时负列变换, 那么这个技术一般来说都是, 用在这个电子进步侦测里面啊, 但是我认为这个未来的雷达, 智能化雷达, 那么对周边的电子环境, 对吧, 我们要抗干扰, 对自由电电子必须要提前的预知, 所以这个实时负列变化也是非常关键的, 那么之前这个实时负列变化, 一般在电雨进行, 对吧, 都是采样完之后, 然后转,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这个带宽是有限的, 这个转的毕竟是有延时的, 那么利用光的方法呢, 一个典型的例子, 实际上就散了近, 对吧, 一个白光进来, 不同颜色的光在空间就通开了, 那么实际上它的带宽是非常的宽, 对吧, 几百泰核子进去也没问题, 那么另外速度也非常快, 穿过去以后就实频处理就做完了, 但是呢, 这个毕竟是一个空间的结构, 那么很关键的是, 就是我们要把它做成一个食品预, 或者是线路上面的一个结构, 那么这个可以依赖于我们这个光的这个载卖超载卖充, 对吧, 那么它的屏幕分量非常丰富, 所以经过了色散之后, 对吧, 那么它会会展开, 因为色散就是不同的屏幕分量, 跑的速度不一样, 使得它的时间和频率这个形状是差不多的,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带着信号跑上去, 跑的虽然是时域上, 但它本质也调到了频率上面, 因为不同的这个时间点, 它对应的频率是不一样的, 因为不同的频率跑的速度不一样, 是吧, 所以跑到这儿的是某一个频率, 跑到后面的是另外一个频率, 那么, 那么经过下一个色散进行反向的压缩, 这两个呢, 这个色散是相反的, 那么如果没有这个输入信号, 那么我们还会得到我们中心的这个原来的信号, 原来的这个脉冲, 那么这个脉冲呢, 这个脉冲呢, 实际上它和这个中间这个脉冲的这个间距, 就正比于我们这个信号的输入信号的频率, 所以这里面有一些实验哈, 这个速度也非常快, 传过去就算完了, 那么我这里有一个我们同学做的这个视频, 我看能不能播放, 对, 实际上这个不同的频率0到20G赫兹输进去, 你可以看到这两个脉冲啊, 这个实际上的间距就不断的变化, 变大, 对吧, 所以可以很实时的我们就能反馈出来, 这个信号的输入信号的频率, 这个这个并还是比较快的, 当然这个实际上的并还可以利用一些, 关于的这个, 一频的这个环, 现在可以做这种, 这个进度能达到, 那边能达到30G赫兹等等, 还有这个宽度呢, 也能达到36, 但它的这个带宽就变大了, 36G赫兹等等, 那么之外还有些利用这个特殊晶体的, 比如说利用这种, 它本质上应该是属于一个, 就是冷却, 冷却完之后呢, 让它变成了一个非均匀加宽的一个晶体, 然后所以我们如果不同波长的光进去之后呢, 它就在不同的这个地方形成一个骚扑, 然后我们再用一个读取的脉冲, 把这个骚扑的信息得出来, 那么它所以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 就是它不可以把频谱图取得大,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在扫的过程中, 由于我们用的是一个现役调品的扫不扫的, 它的领域的信息变成了食欲的信息, 所以这个也做了频时的变化, 那么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利用我刚刚说的这种晶体, 它可以把这个很大带宽里面的频谱分量, 然后都记录下来, 它随着事件很高速的这个记录下来, 那么这个带宽现在至少能做到2G, 然后这个频谱中边的也能做到造核质量, 那么如果有这样的信息, 我觉得这个雷达就可以感知自己周边的这个工作环境了, 那么关于刚刚说的这个这些频谱测量啊等等, 我们也有一篇这个中速论文, 那么感兴趣的也可以下载下来看, 当然这个时间在2017年, 我们最近呢也有新的进展, 那么第四个部分呢, 我们想介绍一下这个最新的这个雷达的一些进展, 这个时间也不够了, 那么我们一般的来说呢, 把微波光子雷达, 我们这个它的基本架构呢, 就是这个图框图, 那么有天线正, 然后呢前面有一个这个Ti的, 就是收发的这个前端, 那么中间很关键的是这个光的这个处理的模块啊, 那么我们再到后面就变成一个数据信号了, 在数据进行处理, 那么这里面呢, 这个这个Ti模块, 那么有现在有不少的人在研究啊, 希望用光的方法来做, 那么这个这个模块, 光的处理模块呢, 当然这个是微波光子雷达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核心啊, 那么所以根据这个处理模块, 它的特点, 我们可以这个架构啊, 这个全光架构啊, 什么叫全光架构呢, 就是这里面基本上发射的这个波形, 以及后面的转移, 那么基本上都是在光域进行的啊, 那么只进行一次光电电光转换, 就是发射的时候我要做光电转换, 接着的时候就电光管, 那么其他当然这个, OADC或者说这个后面的这个处理结束之后, 也是做了一个低频的这个光电转换啊, 来来做,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结果呢, 就是我们叫做光电的混合结构啊, 这个这个结果里面可能是一种的模块, 是用光来做的, 但是呢, 它是每一个模块啊, 都是一种微波光子的技术, 那么他们中间呢, 利用了这个光电电光的转换啊, 就连起来, 所以这里面呢, 就有大量的这个多种的, 这个光电电光转换在这里面啊, 所以它这个光电混合架构, 它本质上就是啊, 我们比较长统的雷达的架构, 用光的方法, 把每一个模块把它替换掉, 来来去做啊, 分成这两种架构, 那么这两种架构呢, 现在有点好的进展啊,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可能这个很多同学老师都比较熟悉的, 就是这个意大利, 他们在2014年报道了第一个这个光子的这个雷达啊, 叫Folder, 那么当时的这个美国海军检验室, 也评价说光子学照亮了雷达的未来, 那么这是这个Folder的啊, 就是这个这部雷达的这个基本架构啊, 那么它的中心核心是这个Morlog laser啊, 就是这个脉冲源啊, 那么这个脉冲源呢, 它在这个频域上呢, 它是很多的屏幕分量构成的, 于是呢, 它把这个屏幕分量分成两路啊, 在每一路呢, 就用一个滤波器, 选择相应的屏幕分量啊, 那么这个雷达选出来之后啊, 那么上路, 那么把基带信号调了, 这个雷达的这个基带信号还是电产生的, 就是电来调上的啊, 调完之后, 怎么怎么合起来, 开屏啊, 产生一个中频信号啊, 产生一个这个啊, 这个测评信号, 那么如果当这个啊, 这个动画没有了啊, 就是当这两个选择这个这个滤波器, 那么在变换的时候, 那么它这个中心的这个也在, 变化啊, 那么接收的时候呢, 这个超载脉冲在实域上, 它本质上都是一个一个的采样脉冲, 所以可以利用它来做, 这个宽带信号的采样啊, 那么它或者高频信号的采样, 对吧, 这个它实际上可以在40G赫兹, 之前7的有效比, 那么这个数字信号, 再在这个数字信号处理器里面做处理, 那么这是他们实现的这个样机的照片, 这是他们做实验的照片, 那么这边是一些实验的结果啊, 对于这个民用客机以及货轮, 那么它都做了一些成像的这个操作, 那么带宽是可以, 频率范围是0到特计, 那么这个带宽由于在电里面产生的, 同时呢, 也受限于它刚刚的这个内面激光器的这个能够频率, 所以它的带宽最大是200兆核成, 所以的这个分辨率是8兆阿米啊, 所以这个分辨率我们可以看它, 分辨率还是比较一般的啊, 很多电学的方法都能达到, 不过呢, 它这个技术呢, 就是它验证了, 我们可以用全光的方法去做雷达, 而且呢, 这个性能也还不大, 那么后面呢, 它也因为啊, 这个单频段啊, 只有200兆, 所以呢, 它也做了一个多频段的这个雷达的实验啊, 那么这个多频段雷达呢, 就是本质上就是原来我们的两个两路选, 现在变成三路选, 那么三路之后呢, 就是这个和它拍出一个频段, 这个Laser3和Laser1啊, 那么他们又拍出一个频段, 形成两个频段, 通过两个锅, 两个天线发射出去啊, 那么在接收回来之后, 这个做了这个类似的这个下面, 然后就ADC, 来采集啊, 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双波段, 它就是这个频率表达, 实在是一个是X波段吧, 一个是S波段, 那么利用双波段去做合成,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表达名就是从8米可以提升到4米, 这个是这个意大利, 他们这个做的工作, 那么后面呢, 我们这个国内也有找的工作, 这个呢, 应该是上海较大, 他们做的啊, 它也是一个全光的雷达, 那么它是利用这个套载脉冲, 它的丰富的频道分量, 那么从食欲的拉伸啊, 以及太平的分量, 来产生一个特别宽带的信号出去, 然后呢, 这边接收的时候呢, 也是利用这个数目激光器, 但是呢, 它是一个这个这个采样的, 它在光域直接做的一样, 做的光域采样, 然后再去做量化, 做做处理, 那么这个核心就是宽带的信号, 可以去做相应的应用, 那么这里面, 它做了一个宽带的实验, 那么这个这里面, 这个是产生的信号, 是8到12级赫兹, 然后呢, 这个做了一次测试, 这个测试的精度, 可以达到了1.3厘米, 当然这个我们利用非密尔激光器来做这个宽带信号产生的, 它也有它的问题, 就是特别是这个脉冲的峰值功率特别高之后, 特别容易产生非线性, 所以它的相这个相对的这个非线性度啊, 是这个比较稍微差一点, 另外呢, 这个这个能拉伸的这个磁器范围也是有限的, 所以这个这个脉冲是比较大的, 那么后面到2017年左右, 那么国内很多科技组就开始利用光学的方法来做宽带的成像雷达, 那么这个要做成像呢, 它跟我们之前的这个特距雷达, 那么它的差别在什么呢, 如果特距的话, 我们只要这个打出一个信号, 然后收回来比较一下他们的这个延时, 那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距离像的分辨率基本上是全部决定于这个信号的带宽, 好, 那 保险保险, 如果每次这个电话接进来, 它就会断一下, 那么如果, 就是这个距离像的这个分辨率, 如果想想得到这个距离像的信息的话, 那么要么呢, 我们雷达要动, 要么呢, 就目标要动, 那么其中这个目标在动的话, 我们叫做ISAR, 就是密合成空间, 如果这个我们的雷达在动, 那我们就要合成空间, 那么这样的话, 才可以产生一个, 得到一个头像, 那么这里是一个空间目标成像的一个例子, 它在转, 所以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成像, 甚至能形成三维的头像, 那么这个距离像的分辨率, 那么它就决定于, 对吧, 那么第一个呢, 是中心频率, 我们信号的中心频率, 第二个呢, 是我这个观察的这个角度的变化, 从多少角度变到多少角度, 所以这个角度越高, 所以我们的距离分辨率就会越大,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物体运动的范围越大, 那么这个距离分辨, 那个这个cross range的这个resolution就会越大, 或者说呢, 我们中心频率, 如果我从这个低频段变成高频段, 它也变高, 那么这两点都是我们微波光子技术的优势, 做大带宽和高频的这个信号产生与处理, 那么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很简单利用光的背屏, 这个背屏刚刚我们也介绍, 来产生这样的信号, 然后呢, 同时拿这个信号呢, 也作为reference, 来做对这个收到的信号, 进行这个区别的原理, 我们介绍时间比较有限了, 那么最终, 那么它可以利用这个区别完之后呢, 它会得到一个低频的信号, 就是两个高频的信号一拍屏, 实际上对方会得到一个低频的信号, 这个低频的信号, 大家如果推导一下的话, 实际上它跟我们这个目标, 或者说这个信号在这边背景的时间, 是有关系的, 而根据这个背景的时间, 我们就能知道这个目标离我们大概多远, 那么这个, 当然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它的运动, 那么就也可以把它得到, 通过相对运动, 那么这边是一些这个实验的例子, 那么对于这个为了测试分辨率, 我们可以把这个reflect, 就是这个两个反射的这个反射体, 那么把它相距一个距离,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这个低频信号, 这个频率已经很低了, 虽然我们打出去的是一个18到26, 但收回来这个经过处理之后, 对吧, 只有这个11兆赫兹左右的信号, 所以用低频的ADC就可以去进行采样, 那么这边是12级赫兹, 那么它的分辨率就更高了, 可以达到1.3厘米, 所以利用这样的这个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做高分辨率的成像, 那么这个对这个用反射体, 做一些字母, 我们可以来转移分, 就是他们之间的间距, 就是表明我们的高分辨能力, 另外呢, 也可以在外场对非合作目标进行成像, 可以看到一个小的模型, 飞过去, 当然这个合成的质量不怎么低, 也可以看到这个信号, 看到这个目标的, 进行的目标, 这个是验证一下这个实时性, 就是由于采样之后的这个数据量, 已经很小了, 所以我们后面的这个数据信号程度, 可以做得很快, 可以解决高分辨和这个高的这个速度, 处理速度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当我们风扇在动的时候, 咱们可以看到, 它还是很实时的也在动的, 那么这个分辨率用光来说, 应该能还是就是更高哈, 比如说利用光的一些平环移屏的方式, 我们可以产生18G, 甚至更高更大带宽的这个信号, 然后呢, 你会发现它的这个距离分辨率也会很高, 所以这个这个也是一些现有的一些报道吧, 那么这个是这个我们中科院电子座, 他们做的, 他们这个做了一些外场实验, 所以改了一部这个外面的一些雷达, 那么流光的方法就是信号产生了, 那么也能明显的看到这个得意, 虽然这里面这个带宽是600兆, 那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成像非常的干净, 那么这边呢是这个应该是清华大学他们做的, 他们是把这个频段升到了W过的, 我们说这个中心频率提升, 它对脚向分辨率是有非常大的好处,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它的一些特点在这里, 它的带宽也是8个级, 这个距离向分辨率是1.9厘米, 那么这边是空军预警学院, 那么他们做了一些工作, 那么他们做了一个10个级带宽的一个雷达, 那么他们也做了RSA, RSA他也做了这个SA, 所以就是雷达在运动, 所以这个目标是不动的, 这雷风塔是不动的, 那么他也可以看到这个雷风塔里面的一些细节, 所以还是比较鼓舞人心的, 就是能够这么清楚的看到这里面的一些细节, 那么我们做了外层的一个波音737的这个工作, 这个测试, 那么实际上用光的方法也可以做3D的, 三维的这种成像, 那么三维成像最简单的原理呢, 就是当我们的目标, 除了在某一个维度上转, 在另外一个维度上也在转,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角度成像, 在另外一个角度也, 另外一个维度上也成像, 那么当他们拼接起来, 它就变成了一个三维的头像, 我们举个例子就是一个飞机模型, 对吧, 那么它在这个维度转, 在这个维度也去转几圈, 最后我们就可以把它的三维头像给通过住了, 这是一些例子吧, 那么同时第二个方法就是停下我们的眼睛, 就是我们打出一个信号, 然后打到目标上面, 然后我们的接收机是在两个地方, 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睛, 那么这个两个不同的接收机, 对吧, 它在检测的时候, 由于离它们的距离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有紧分, 就是有另外一个维度上面的信息就可以获得, 那么它也可以得到一个三维的头像, 那么这是应该是清华大学他们做的一个实验吧, 就是一发两度, 然后能得到一个信息, 那么这里面核心的就利用光的方法, 光的复用方法, 那么能把这个收到的两个信号去分开来, 然后他们能共享相应的这个硬件来实现, 那么这边是一些实验结果, 包括这个是立体的这个结果, 那么上次度, 左次度, 这个前次度, 等等, 那么目前这个可能大家在研究比较多的, 叫做MIMO雷达, 多输入多输入雷达, 那么这个也是这个比较有意思, 在电里面虽然也提了很久, 但是应用的比较多, 也不是那么多, 但是在光里面呢, 我觉得这个能实现这个MIMO雷达能实现很多特别好的一些特性, 包括我们光的方法, 把这个各个天线, 这些收发的一些天线, 我们可以同步的很好, 对吧, 所以可以做一些高销杆的一些合成, 对吧, 还有另外就是我们可以利用光的这个多种的作用手段, 那么使得这个各个通道移植性比较好, 使用的这个硬件量也比较少, 那么此外当然关于信号策略一样, 也能容忍我们做宽带的这种MIMO雷达等等, 这里是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我们课题组, 张芳正老师他们做的, 就是他是利用波分复用的一些方法, 那么来做, 也做了这个, 这个做了一个实验, 那么是在可以波段, 各个G的代管, 那么可以看到就是利用了MIMO技术之后, 我们可以把这个脚向分辨率提升, 原来要θ才能得到一个什么结果, 我们可能现在这个m乘以n分之θ, 你就可以得到同样的这个分辨率, 同样的这个结果, 那么这个是这个意大利, 他们可理所做的这个MIMO雷达, 那么它是在空间上有区分, 他们更关注了, 就做了这种非相干和相干合成, 在这个MIMO的这个结果, 因为相干合成就有这个得益, 我们说的最大得益可以到n的三次方, 那么它这里面可以看到, 脚向的分辨率提升了, 对吧, 这个就是MIMO的这个特点, 那么另外, 李登上讲这个探测的灵敏度, 各方面也会得到提升, 那么特别是另外一个, 这个法国的一个科技组, 他们去做的, 那么做了一个, 16个发射机和16个接收机, 我们在这里面的光主要是做传输, 我们前面这个哪个光也是主要做传输, 就是同步传输, 这个也是主要做同步和传输, 那么他们可以做, 对吧, 由于这个布置的时候, 你可以做一个直角, 那么也就是我们可以做三维的, 那么它可以做一个三维的, 把一个复杂的目标给三维的, 那么此外, 这个应该是清华大学他们做的, 做了一个分布式的, 这个相干的这个固定雷达, 那本身上也是MIMO雷达, 那么这个多数个雷达, 那么他们就这个雷达, 主要是想验证N的三十方的提升, 那么如果有两部雷达, 理论上讲我们有8个DB的, 这个可以N的三十方, 两倍的三十方, 这个9DB, 对吧, 就是, 8倍的这个提升, 那么他们做实验的结果呢, 也发现了, 用了两部雷达以后, 12点击3点几, 接近这个8点几, 就接近9, 这个9DB的这个对, 所以也验证了, 通过光的方法, 把这个阵源, 这个是他们向参, 什么同步上, 然后在如果在这个空间上的同步, 那么我们有可能得到一些, 性导比的得益, 性导比的得益, 那么这边呢, 也是他们也都对这个目标进行了成像, 利用刚刚说的这种, 分母式的这个相干的这种雷达, 来去做成像, 也可以明显看到这种SNR的提升, 就是性导比的提升, 这边是应该是电子锁, 他们做的一个迈牧雷达, 那么也是这个用了波分复用的方式, 那么这个来做, 同时传输上也做了一些同步, 那么这个也可以明显的看到, 这个它做了三维的, 所以这个三维实际上跟不同的关系, 你再去换个指甲, 就可以有不同的区分图, 那么得到一些很有意思的目标, 也是, 那么第五点呢, 就是也有不少在研究呢, 就是我们这个微波光子, 这个雷达呢, 如果它直接不做这个光电探测, 直接探打出去, 就是光就打, 然后就望运镜打出去的话, 那它本质上是一个信用调频的, 信用调频连续波, 或者信用调频迈充波的, 这种激光雷达, 而我们经过PB, 经过光电探测, 把它变成微波信号打出来, 再收回来, 那就微波的雷达, 微波光子雷达, 所以这两个呢, 就是首先它是Clean, 很容易可以融合在一个系统里面, 所以呢, 早期的时候, 意大利他们也做过一个工作, 他们可以利用, 这个它用激光雷达来做, 这种叫做测距, 然后用它来做一些成像, 那么这个工作呢, 我们科技组, 最近也有些工作发表, 就是让它们可以融合起来, 大家获取的是同的信息, 比如说这个一个盘子在转, 这个激光雷达, 它获得的是这个距离的分布的信息, 不, 这个分布的信息, 就是各个地方它是什么样子, 而微波光子雷达, 我可以得到这个图像, 所以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做一些预判啊等等, 工作在这里, 那么此外呢, 也有一些这个, 可以去做这个, 集成的微波光子雷达, 因为微波光子这些器件呢, 理论上都可以去集成, 当然难度还比较大, 目前啊, 那么这边是一个尝试吧, 就是把一些主要的信号的产生, 和接触处理, 包括它的一些的空子, 放在了这个一个片子上面, 那么这个用它做了信号产生, 那么这个产生的质量, 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呢, 也用它做了确切处理,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接触机的, 这个这个分辨率, 你还是可以, 可以到两点机里面, 跟理想的这个2.5厘米也差不多, 那么最后呢, 这个也做了一个多目标的成像, 就有两个目标, 这个多个目标, 以及一个飞机的模型,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芯片, 但是它也照样可以对它, 对它们进行成像, 那么这个工作呢, 它也最关键, 它全是用轨机来做的, 那么我们以前传统上, 都认为轨机, 不太适合模拟的, 因为它的调子器, 对吧, 是载流子射弹等等, 这个现阴度啊, 以及各方面的小光比啊, 都那么好, 但是呢, 这个实验还验证了, 实验的不是那么远, 但是至少验证, 它有这个高分辨成像, 对这个能力, 那么这是, 简单介绍了一下, 微波光子雷达的一些进展, 当然可能会遗漏不少, 现在正在做的工作, 这样的工作现在越来越多, 我觉得很好, 这个这个领域有很大的推进, 那么第五点呢, 是做一些这个讨论和展望, 那么第一个呢, 我觉得可以去做的这个, 我觉得也是能发挥光的优势的, 就是我们可以做, 多个功能的集成, 比如说像把这个多部雷达的功能, 合成在一起, 雷达电子对抗, 和通信的功能能合成在一起, 反正这里呢, 也有不少人去做相信尝试, 这是我们科技组, 有个解决, 他就是做了一下这个, 雷达和频率测量, 和同时放在一起的那个工作, 这个呢, 对未来智能化雷达, 肯定是有帮助的, 就是你要知道, 这边的一些频率, 那么同时呢, 也我们也有这个同学呢, 做老师和同学呢, 做了这个叫认知雷达, 就是相当于, 刚刚提到的, 实时的复利变换, 那么用进去制造频率, 然后制造频率环境, 然后制造频率环境之后呢, 我们在追踪一个, 这个可存构的, 或者说这个中心频率, 或者说波形, 可变化的这个雷达, 那么来这个进行探测, 对吧, 这里面很关键的就是, 你的波形, 也可存构, 那么这个是在光里面, 是有优势的, 那么你的接触机, 应该是要宽带的, 能够接触不同频段的信号, 这个也是光里面有优势的, 那么这个频道要能够从深测周边的频道, 那么我们也实时复利变换, 那么这么一个方式去做, 这是搭了一个系统, 那么这块地方应该是, 上面这块地方是一个, 实时的复利变换的模块,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这个利用光频数换等等, 可以做这个可存过的, 光频数换等等, 可以做一个可存过的信号产生, 对吧, 就是我根据它的信息, 产生相应的屏幕分量, 来做雷达探测, 那么这个是一个宽带的接触机, 可以被这个打出去的, 这个不同频段的信号, 进行接触处理, 这里是一个例子, 这个就是我们刚开始呢, 这个去探测周, 这个外界环境是有个22到26G的干扰, 所以我们的实时复利变换呢, 这个模块, 它就能探测出来这个干扰, 所以它切换到17.5到21.5, 7核子才去扔下, 在这个就可以去, 这个这个这个刀开干扰的频段, 那么然后呢, 我们干扰频段, 如果切换到17.5到21.5,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雷达, 由于它是宽带雷达, 非常容易被干扰, 所以一下就被干扰掉, 但是实时复利变换, 它很快的能侦测到这个, 所以它可以切换到别的波段, 去工作, 简单的验证了一下, 就是协同, 把电子对抗和雷达协同在一起, 我们可以做一个认知的雷达, 那么关于这个, 我们也有一篇这个中枢的论文, 就是这个做宽带的认知的认渡渐渐, 那么这个文章, 那么此外的这个智能化, 也可以利用一些, 特别是贷款宽了之后, 对吧, 我们这个速度化这方面都有问题, 那么可以利用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方法, 或者说这个交通网络的一些方法, 这个来已经快速的凑理, 那么这里一些例子吧, 就是我们实验的时候, 对于一个八个G赫兹带宽, 然后我们用一些传统的这种背向映射的这种成像方法, 你可能要的还是蛮长的, 但是利用我们曾经网络的这个方法, 就非常快速的就能得到这个成像的结果, 而且最关键的这个方法呢, 它还能得到一个比较高的填兆比, 所以在填兆上也有提升, 当然这些都是一些例子, 代表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把这些东西放进去, 去做相关的工作, 那么最后呢是这个集成, 就是现在呢, 很多这个科技术都在研究这个集成技术, 而且进展也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 那么这些东西呢, 都有可能变成一个, 集成的系统, 虽然这个图进各不相比, 但是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 那么最终我想如果微波网子集成能够做好, 我们微波网子雷达很可能在很多的民用系统里, 都能够进行应用。 这个最后做个总结, 就是实际上我的题目呢, 起的就是到底微波网子技术可以给雷达带来什么, 对吧, 那么总结了几个点, 也不是很全面, 一个呢就是, 非常大的整支带宽, 那么它将会带来我们非常高的分辨的这个成像, 那么还有呢, 对于多目标的识别, 那么这个这个识别还是在现代雷达中非常关键, 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比如说拦截, 别人的导弹打掉了我们需要评估到底打掉了没有,对吧这个如果公关一是没打掉的,对吧那我自己太危险了, 那这个方法还是成像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从不同的方向直接展开了,那就表明这个来袭的导弹确实被打断,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啊,这个这个特点在这里, 那么第二呢就是大的频率范围, 这个整支带官和频率范围还是这个大的频率范围, 我们可以使得这个我们可以实现多频段多信号多功能的这种操作啊, 这可以做未来的多功能的一些雷达, 那么还有非常低的相位噪声, 对吧可以让我们能够这个探测非常低的这种这种这个微弱的这种信号啊, 特别是在这个特别大的杂波环境里面啊, 包括一个种低慢小的一些目标, 实际上我们之前也跟这个相关单位讨论过, 对于探测一些隐身目标, 它也是有帮助的, 因为所有的雷达都有这个杂波啊, 那么隐身目标在这个杂波环境里面也是非常微弱的啊, 如果你把他的相当降低, 那也是有助于他的一些探测, 那么还有高的这个灵活度啊, 特别是我们可以产生和各种各样复杂的波形, 对吧这对我们未来的认知雷达, 对吧就智能化的雷达, 那么是极其有帮助的,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有非常高速的处理的这个, 非常高的这个处理速度, 对吧我们可以用一些光的预处理方法, 使得这个到这个DSP的这个数据量变小, 对吧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啊, 能够各种复用的方式啊等等, 来这个使得我们这个处理的量也会变小等等, 当然这个我们说这个微博网址雷达, 这个实际上他的这个研究的时间并不长, 所以还有非常多值得探索, 当然这个方向到底这个可不可行, 有没有很大的价值, 那么目前呢也是有各个研究所啊, 各个这个高校啊都在探索啊, 所以这是一个刚刚开启研究的一个领域啊, 所以也是期望各位同学感兴趣的老师同学, 我们能投入到这个领域里面啊, 说不定我们能够这个把微博网址雷达这个应用啊, 能这个推广快来啊, 这个最后也是感谢我们这个PPT, 很多都是我们课题组的老师和同学做的啊, 这个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把他们的这个精髓给讲出来了, 好, 那个再次感谢各位老师同学。